一天到晚就是这些男人 男宝宝 男宝宝 妈宝 男宝宝 男宝宝就见不得女的墙 宝宝要什么咱们就得上什么 宝宝要藏店 真的 哎呀 这不是女人的形象 怎么着现在女性就这样 中国女性不差 格外都是好样的 我告诉你什么叫女人的形象 什么叫女人的形象 第一 有身材 第二 我自律 第三 我有钱 我房子四五桃 车四五两 你说的女人的形象像你妈似的 天天只知道打扫卫生 天天只知道做饭 是吗 张颜颖骂汪小飞妈宝 呲牙烈嘴向张岚 前情提要2021年中国富商 汪小飞和大S徐希元离婚 她就跟妈妈张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也不是 汪小飞就把传闻中的小三张颜颖 夫政交往了一阵子 你这功夫在哪学的 跟张岚学的 可和她跟汪小飞交恶分手后 仿效张岚直播带货 善石纤维 玉水会膨胀多少倍 膨胀20倍 宝贝 最近一次直播 张颜颖烈化现出原形 她在浴室直播主题曲是武则天 接着这位一代女皇就起飞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仁州毕竟命长岸 我就大不了一条命也豁出去了 啊 你要是让别人欺负一次 啊就有第二次 就得贤费了啊 就得贤费了啊 啊 你妈那样她过了一辈子 她辛苦死了 她辛苦死了 告诉你啊 一天到晚 就是这些男人 哎男宝宝 哎男宝宝啊 妈宝啊 男宝宝啊 男宝宝就见不得女的强势 哎呀 这不是女人的形象 怎么着现在女性就是这样 我告诉你什么叫女人的形象啊 什么叫女人的形象 第一哎 有身材哎 第二我自律 第三我有钱哎 我房子四五套车四五辆哎 呛辣骂人表情猙獰 诸多特质都与无缘的婆婆张兰一毛一样啊 呜呜呜就挣你钱了 张兰直播带货时嘲讽前媳妇大S的新老公 聚聚业打蝶没出席 也在直播中笑大S聚聚业的婚戒刺青 一直靠妈出头出气 张颜颖说的应该接近事实吧 男宝宝 男宝宝 别看着他们当表力牌吧 其实汪小飞开喷起来也蛮呛的嘛 你们不当家人真可惜了 这女子真会是个神恶的灯 三立娱乐新闻 你在这看我你是神恶的灯 报道